再拜 众人手持清香 前程敬拜 在渔船上为土地宫祝寿 紧接着在悠扬的月身中出海航行 信众还拿出祝寿的虾饼 喂食港边的海鸟 吸引上百只的黑尾鸥 在船边飞绕针时 形成百丰沉降的景象 场面相当壮观 多多港也是港口早期 那我们这个台中港也是港口 所以我们想说用这个 我们人间共庙的特色 就是我们所在地都跟港口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个陶级阵前 我们提招一个星期 也算带两个好点进行 我们给它暖授 佛托岗景福池 是台南市唯一被列为古迹的土地宫庙 至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回老土地宫首度前往台中无期的 五福德林宫会乡 也由于两地的土地宫庙都位在港边 因此信众特别选在观光渔船上 举办别开生命的海上祝寿仪式 为下周的福德正神诞成进行暖授 五福德林宫也表示 将传统的宗校活动 结合在地的观光休闲特色 不仅能保佑渔民出海捕鱼平安顺利 也期盼将这项活动打造成地方特色的海上宗校盛事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